這裡是一隻鹿站在冬天的森林裡面 整個音樂盒都是自己砌的 這一盒是一個材料包 一共有三款,我只拿了兩款回家 材料包裡面已經包了銀料和畫筆 另外還有這個音樂盒的零件 以及兩塊已經切好的木 另外裡面有說明書 你可以順著號碼砌 比起我上次砌的聖誕老人 這個就非常簡單 首先就放一些零件下來 然後就砌了一個盒 不過這個步骤錯了 因為當你合好盒後 是拆不到音樂機芯進去的 所以我又要把這個盒解體了 但本身給我塞這個機芯手柄 你的洞洞其實不夠大 所以我們是要另外自己拿筆刀 刮大一點點的洞才塞進去 然後再拼另外三邊 這盒的零件其實不多 你一次過拿出來都沒什麼所謂 比起聖誕老人 這個真的非常不用看說明書 都已經知道是怎樣砌的 但是用各個位置真的要很小心砌 因為它很脆弱 但是你又要握得很實 所以我索性成舊 拆了來來 在桌上握緊了 再拼回到綠頭 不過如果真的斷了 可以拿一把膠粘貼 拼腳這裡也是弄了我很久 弄好前面那兩隻腳後 後面那兩隻腳又飛出來 後面那兩隻腳已經插好了 說前面那兩隻腳又不聽話了 再加上我很害怕它們斷 真的很脆弱 最後弄了很久才可以勉強放到這個位置 拆完那四個邊之後 就可以把蓋子吸進剛才砌好的陰謀盒 完成了它最基本未上色的時候的模樣 顏色方面 最初我以為它要溝水 誰知原來本身裡面已經是稀針針 所以可以直接拿一支筆放進去使用 這次的主題就是 這隻綠在森林裡面 所以底座就是一塊大樹木的木頭 就要先用畫筆去點另一隻深色一點的啡 來畫這些木紋 而你看到我的手機是在播放韓劇 一邊看一邊畫 畫好之後就是這樣了 綠腳踏的地方就是綠色的 因為是一片森林的草地 所以整個蓋都是油滿綠色的就可以了 記得那邊的洞洞都一定要油好 綠身方面 一開始就上了它給你那個淺啡色 腳的地方都要油曬 尤其是關節位的粒位 然後我就參考了Bambi的顏色 即背後會有些深色一點的毛髮 再畫六角也是深色的 上色的時候都是要確保360度 全部都要油曬啡色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沿著深色的邊 再畫多一層又不淺又不深的啡色 小心這些經過關節的位 然後拿它提供的白色和最淺的啡色 去混合這個土腩的顏色 都要小心畫的時候 不要碰到關節凸出來的位置 還有記得連這條邊都要畫 用這塊筆織布貼紙 因為我不打算在一陣子上畫些什麼 貼過好像馬鞍那樣的東西 記得要對稱左右兩邊 不要歪了 貼了它就會編出來 拿二龍膠窗來貼一貼這幾個洞 就是剛才插腳的位置 避免它移位 下面的位置就是玩很久都沒有玩過的拼花 這次選擇花的色系 都是比較偏秋天冬天 暗沉的顏色 不會有粉紅色、很銳色的黃色 尤其是這隻薑黃色的花 是比較像秋天乾花的感覺 這些假花在太子的花墟都會買到 都不便宜的 做工靈的話都幾十元一閘 轉回到正常速度 給你看看我怎樣做這個花 手拿著頂枝膠去底部 然後對準你想放的位置 塞進去 放的時候小心一點 膠做到旁邊的花 有時候花軟軟軟 所以你拿的時候也要小心 不要弄到手 不然便會弄到 我兩年前也有教過怎樣砌這些花 最主要是先做大花 做了大概的模樣 然後再拿細花和果實去裝飾旁邊 和中間的洞洞 層次感 最後在綠色的邊邊 我覺得太單調了 所以就畫這些白色的紋 因為白色感覺都挺盛彈的 有一點點落雪的感覺 而且在兩個這麼深色的地方中間 加一條白線是很鮮明的 然後在每一個波浪位 都畫一個三點的圖案 首先畫了洞在那一點 再畫左邊、側邊斜斜的那一點 然後先畫右邊那一點 不知道這間最後的製成品 我拍的時候是交換了下面的底 變成磚那個是課聖誕樹的 交換了 看著照片真的很想調轉他們兩個 但很可惜我已經交了功課 他們兩個東西都不在我手上 怎麼辦 之後也會拍給大家看 我怎樣做這個聖誕樹的